今天新聞一開始我們帶您來關注 現在通膨止不住 在市場的肉粽平均一顆就貴了一成 像是麵包也有3%到5%的漲幅 所以很多民眾都苦嘆 說這個加薪的錢都被物價給吃掉了 就有立委問勞動部說 是不是應該要把基本的薪資 上調到2萬8千元呢 勞動部長回應 調薪幅度確實應該努力 油亮亮的三層肉 滷到入味 肥米蝦球炒蔥段 旁邊表皮焦黃的雞腿肉陣陣飄香 讓人看得垂涎三尺 但國際黃小玉價格飆涨 帶動肉品 麵粉 糕餅等民生物資都貴鬆鬆 像是肉粽會用到的豬肉跟沙拉油 成本通通漲價 尤其漲幅最誇張的就是蛋黃 一顆净從8塊漲到10塊 漲幅高達25% 業者受不了只好調整終端售價 肉粽一顆平均漲幅高達一成 實際比一比 沙拉油牛肉都比去年貴了將近一成 豬肉漲幅5.43% 麵包 麵粉 糕餅則有3.5%漲幅 通膨來勢洶洶把薪資吃掉好大半 由立委就問基本薪資是否要上調2萬8 基本的一個月薪應該調到2萬8以上 那部長你看到了這麼多 這麼多的一個調查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個感觸 我想如果整個疫情趨緩 經濟也好轉我想整個調薪的幅度應該要更努力啦 物價漲太快薪資調幅根本追不上 央行18號升息期望穩物價 政府也說調薪幅度要加大都是一片美意 但對企業來說人事成本壓力加劇恐怕將再次把物價推高 當調薪之後呢然後整個的通膨會是比較良性 未來的情況不會更惡化啦 我們現在看到的成本推升這一塊 會隨著原物料價格逐漸回穩 而慢慢的淡化 那至於需求大台那一塊 也不至於說讓現在的一個通膨更加惡化 基本薪資能否漲到28K還沒有答案 但畢竟也得民眾有多點預算才能帶動需求 專家還是正常看待 東森財經新聞 許忠鈺萍姐特別報導 故事直播